土歌環是傳統的舊區 無論是人口或建築物 都具有歲月的痕跡 不過隨著鐵路開通 交通將整個社區都改頭換面 呈現出一個全新的土歌環 土歌環有兩個新港鐵站 包括土歌環站和宋王台站 這兩個屬於屯馬線的車站 改寫了昔日土歌環居民 只能依賴地面交通出入的景象 土歌環居民經屯馬線 可以四通八達至港九新界 北至烏溪沙、西至屯門 南可以接駁過海 東可以連接搬塘線 擁有港鐵站的土歌環 遁城九龍東的一個核心地帶 無論租金或樓價都會明顯反映得到 除了鐵路之外 碼頭圍道和土歌環道一帶 有多條巴士線往返各區 亦有過海的水巴經過 居民上班、上學是絕對方便的 而土歌環區的小巴線 亦是四通八達 例如去美孚、荃灣、旺角、沙基灣等都有 另外位於土歌環的九龍城碼頭 有新道輪航線往返北角和土歌環 是道路交通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而碼頭各公眾碼頭也將會原子重建 土歌環過去是以住宅和興工業為主 而大部分的建築樓齡都較高 因此區內正進行不少的舊區重建工程 當中有土歌環道和榮光街發展計劃 與其收回舊樓後 將會興建大概900個住宅單位 並會提供社區設施、政府機構和商業樓面等多元化用途 而整體土歌環區的重建項目會陸續落成 為這個社區帶來斬新的一面 而土歌環都有不少的社區設施 包括位於碼頭圍道有大蘋果地標的土歌環市政大樓 市政大樓裏有街市、公共圖書館和政府合處 而下鄉裏有土歌環體育館、遊樂場、足球場等 是戶外活動的最佳場地 既維舊區,土歌環都有不少的歷史建築 包括前身是生畜檢疫站和中央塗載中心的牛棚藝術村 經過活發後,這棟紅磚建築 吸引了不少本地藝術團體進駐,成立工作室 藝術村亦都不時舉辦各類的文化活動 村內亦都有公園,是親子活動的好地方 土歌環屬於小學34校網 著名的學校有協欣中學附屬小學 陳稅琦勒沙小學,龍普道觀立小學等等 而中學就屬於九龍城區 受到家長歡迎的學校有沙書院 協欣中學,馬尼諾修院學校,香港培政中學等等 今集介紹是這麼多,想了解多些? 歡迎聯絡美聯物業 歡迎聯絡美聯物業